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修 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请大家翻开 《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贯 二十页 从倒数第四行 如此仁法 并在一念戒耳之心 极空极甲极中 无心继而生佛一难 我们从这里看起 这个话很有味道 如此仁 前面讲的地藏菩萨是仁 法是地藏本愿 地藏菩萨的人 地藏菩萨的法在哪里 在我们一念之心 每一个人 心里头通通记住 每一个人一念之心 都记住一切诸佛法杖 就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心 没有一丝毫劝 可是这个地方 诸位要记住 要特别留意 一念心 这个我们就是 常讲的第一念 以二念心就不行了 第一念是觉悟 第二念就迷了 隆贯一开端讲的是什么 一念自信 自信就是一念 弥陀经上讲一心不乱 中文讲万法归一 一是什么 就是一念自信 就是这里讲的 一念介而之心 就是一念自信 一念就是自信 一念就是真心 一念就记住一切法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法杖 就在一念之中 我们如果能够 懂得一念 就成功了 就法法记住 但现在我们就是 没有办法回归到一念 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 无非是教我们回归到一念 一念是你真正的自己 禅宗讲的所谓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就是一念 第二念就迷了 一念在不在 在哪里 一念就在我们现前 可是我们保不住 我们睁开眼睛看东西 一看 那是第一念 耳朵听声音 也是第一念 你开始听 开始看 一切诸 那个是第一念 但是很快的 我们就到第二念 第三念 无量念都出来了 就迷了 我们就是不能保持那一个第一念 我们就是不能保持那一个第一念 好像我们看东西 看到了 这是第一念 听到了第一念 但是很快的 我们就落入第二念 第二念后面就很 无量无边了 第二念就迷了 第一念是觉 觉悟 明明了了 第二念以后 迷了之后 分别执着 妄想通通跑出来了 所以第一念 也就是一念自信 在焦光法师注解的任言经 教我们舍事用根 舍事用根怎么讲 就是舍二念 用第一念 第二念就是事 第一念是根 这个理论上讲的没错 讲的是很好 可是我们一念守不住 第一念是自信 第二念就变成事了 变成忘事了 第二念里面就有 妄想分别执着 一念里头没有 一念里头没有 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这句话呢 关键在一念 我们没有办法锁住一念 一念就是 即空 即甲 即中 空甲 即中 是法 这就说明一念就记住 一切圆满的佛法 佛法所讲的不外乎 空甲 即中 是天台中讲的 空是讲体性 万法皆空 是讲体性 一切法 从空 出现 假是讲这个现象 这些诸法不是没有像 像是假的 金刚经讲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假像 佛经用梦幻泡眼 这金刚经用梦幻泡眼 给我们做比喻 这些现象 都是梦幻泡眼 但是像它有 不能说它没有像 但是像是假的 佛菩萨用忠 这高明 我们用偏 我们凡夫偏在哪里呢 偏在假 迷在这个假像上面 把假的当真 二圣人 偏空 生文圆结偏在空 六道凡夫偏在假 都错了 都不圆满 菩萨他用忠 他也不偏空 也不偏假 用忠 用忠之道 像 假 体空 他两边不执着 既不着空 他也不着有 这就自在了 大自在 大圆满是用忠 佛菩萨用忠 忠国古圣先贤 也懂得用忠 你看世书 这个大学 在讲忠庸之道 那跟佛法讲的忠道 那跟佛法讲的忠道 就很接近 会用忠的人 就是过智慧的生活 走偏的人 过烦恼的生活 尤其是六道凡夫 偏在假这方面 就是执着有了 执着在这个像 以为这个像是真的 而二圣 圣人执着空 但是他烦恼 是比我们 凡夫执着假 要少 要轻 但是阿罗汉 辟知佛 他们还是有烦恼 他们还有 沉沙烦恼 还有无名烦恼 就是不能证得 真实的果报 不能证得一针法界 但是烦恼 比我们凡夫 轻了 他没有见识烦恼 我们凡夫 三种烦恼都有 所以一念真心 是记住空甲中 无信即而 生活亦然 就是我们的心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今天 虽然是不觉悟 空甲中都不知道 可是诸佛如来 法身大事 他们清楚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所有的凡夫 用不用一念自信 用 也没有离开一念 那什么时候用呢 实在讲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用 我们没有离开一念 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是我们不知道了 迷了 一念自信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 不依不义 那个是一念自信 可是我们从第一念 很快的 立刻就转到第二念 那个速度 比那个闪电还快 我们建设文乡 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 是第一念 起心动念 就若二若三 二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讲三心二意 二是二意 三是三心 二意就是莫纳 第七识 第六意识 这是二意 一个意跟一个意识 三心就是心意识 就是把自信一念 变成四了 三心二意 就是讲八四 言耳 鼻舌 生意 莫纳 阿兰也 就变成八四 八四又发展五十一个心所 八四五十一心所 就说得详细一点 如果我们简单说呢 就是三心二意 详细讲就是 八个四五十一个心所 三心二意呢 是忘心不是真心 一念自信是真心 我们是如此 身佛亦然 众生跟佛都一样啊 一切众生也是如此 一切诸佛也是如此 一切诸佛不落二三 高明在此地 我们凡夫没有能力保住这一念 立刻就堕落在二三 这叫凡夫 这叫众生 众生跟佛不同的地方 就在此地 除此以外啊 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身佛平等 身佛不二 佛给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文 但众生太广 佛法太高 初心为难 但观己心之高广 以寇无穷之圣意 积成质感 代得大力 故须观心也 这是讲我们凡夫 在凡夫地确实困难 众生太广 广是多的意思 我们的妄想太多 妄想分别执着太多太多了 佛法太高 高是比喻啊 好像是高不可攀一样 初心为难 初发心的人很难弃入这个境界 我们知道啊 要第一念 但是我们 没有办法弃入第一念啊 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啊 就是教会我们观法 观法是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刚领原则 会修行的人 他能够掌握这个刚领 掌握这些原则 所以成就快速 不会修行的人 不知道这些刚领原则 修行就很困难 掌握到刚领 好像我们砍树一样 找到树根 你这个根一挖呢 那整个树不就挖起来了吗 就解决了吗 如果掌握不到这个刚领 就是滋滋液液啦 你砍一棵树啊 那个叶子一片一片的栽 一枝一枝的砍 再小枝小枝的砍 再砍树干 那一直到最后才到树根 这个不叫麻烦吗 花的力气很多 时间很长啊 同样把这棵树要砍掉 如果从枝叶下手 那你看啊 要费多少时间 费多少力气 那个抓到根本 从根本把它 剂断 多省事 整个就解决了 省时省力啊 省时间省力气 那么修行啊 也像 砍树一样的一个道理 你一定要把那个纲领啊 找到 那么这个纲领就是修官 这是教我们啊 怎么来修官 修行的纲领 所以佛讲的这些经典啊 会修行的人 一文作官 这个人他就会修行 这样读经就没有白读 随顺经典上的文字 佛所说的 我们的观念就 跟着这个经文来转变 境界就跟着转 我们看佛言经 三财同子五十三餐 为什么他能一生成佛 他 随着境界 他就转了 参访德云比丘 他就跟德云比丘讲 他就是出著菩萨 因为德云比丘是出著菩萨 参访海云比丘 海云比丘是二柱菩萨 他去参访海云比丘 他就提升到二柱了 那么参访妙柱 妙柱是三柱菩萨 参访到妙柱呢 他自己也提升到第三柱的菩萨 所以这个就是他随闻入关 这个纲领真正掌握 境界提升了 我们读经就随着佛菩萨的境界 不知不觉就从凡夫变成佛菩萨 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 经本一关又回来了 又堕落了 堕落了怎么办 再干 进进退退 上上下下 只要自己不休息 肯努力 总有一天我们会上得去 不会再掉下来 那就成功了 所以经典要天天读 古大德教我们一门深入长始兴修 这个一门深入长始兴修啊 你读一部经 那么这个 要懂得修观啊 随着经文来修观 那么你提升就很快 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同修分享 我说我们 大家静中协会同修都读 无量寿经啊 读得很熟悉啦 辨述也读很多 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读宋 要提升到修观 根据这个经文来修正自己 错误的观念行为 要修行啦 要依教奉行啦 要受辞啦 所以读宋为了受辞 这个非常重要 不然我们就是一直停留在读宋 都不能进步啦 甚至有的呢 还退步啦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所以我们大家呢 要同共发心啊 来提升自己 所以这个道理事实真相 我们都要了解 不能乱修 不能杂修 但是要懂得提升自己 修观这个重要啊 转变观念 这是我们修行的枢纽 虽然啊 你读一部经 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观啊 你还是不会进步啊 但观己心之高广 以寇无穷之圣应 这是求感应啦 求佛菩萨加持 我们要晓得啊 我们有真心 这个 也有忘心 真心跟诸佛如来 无二无别 忘心虽然多不要紧 因为忘心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马明菩萨在起信论讲啊 本觉本有啊 不觉本无啊 本觉就是真心啊 不觉是忘心啊 那本觉自己本来就有啊 不觉是迷 那么此地讲的广 众生不觉本无 这个广就是这个忘心很多啦 但是这是不觉啊 那不觉他本来就没有 本来没有那决定可以断掉嘛 可以离开嘛 本有的决定可以恢复嘛 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坚固的信心 然后断恶修缠 恶是什么 恶是我们本来无的啊 善是什么 善是自性 我们本来有的 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 我们念佛人 用念佛的方法 要知道这句佛号 我们时时刻刻挂在口中 你要懂得做官啊 不是只有口在念啊 要懂得做官 你不懂得做官 那就古大德讲的啦 那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啦 你的那个心啊 你转不过来啊 那么做官就是这句佛号啊 就是提醒我们啊 念念绝而不迷啊 那佛是觉悟的意思嘛 所以阿弥陀佛四个字啊 这个是范里 翻成中文啊 是阿翻作武 弥陀翻作量 佛翻作觉 那翻成中文就是 无量觉啊 无量觉 就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觉悟 所以念这句名号啊 提醒我们自己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念念都不迷 念念要觉悟 那什么是迷呢 我们一接触分别执着起来 那就迷啦 离开分别执着 那就觉悟啦 那这样念佛啊 就管用啦 我对外面的这个 五一六成明文立仰心一动 发现迷啦 赶快念佛 把这个迷的心啊 放过来 把我们动的这个五一六成啊 明文立仰的念头 打消掉 那么念头 很多 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 一个是贪爱 一个是厌恶 厌恶你就称恨啊 这个念头一起来啊 贪称一起来 阿弥陀佛 赶快转过来 把这个贪爱 你贪要喜欢啊 把这个念头打掉 要厌恶啦 看到那个很讨厌啦 一看就就就就生气啦 那个念头起来 给它打掉 那么你这个心 你就恢复到清静平等觉 那么清静平等觉 也是自性弥陀 弥陀是谁 就是自己啊 自己的清静平等觉就是弥陀 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都读过 所以 你念这句佛号啊 在这里没有观法 那就是古大德讲的 口念弥陀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往南啦 一边念佛一边呢 是非忍我 哎呀刚才那个人 对不起我 跟我讲什么话啊 心里啊混混不平 喜欢那个人 那就很喜欢去跟他攀联啦 那这个贪嗔痴都起来了 那这样啊 你嘴巴一直念 喊破喉咙也往南 跟你的自性 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菩萨 就不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了 如果您里面有这个观法 念念能够提醒自己 这就有感应道教的作用了 就得到诸佛的加持 诸佛的负面 所以这句佛号功德 就无量无边了 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啊 无比殊胜的 第一殊胜就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因果啊完全相应 积成质感 戴德大利 故需观心也 为什么旋律讲完之后 特别讲表法 这个观法的法门啊 你懂得这个 你才会读经 我们现在呢 都认为啊 这个字 经文这个字 我念的都没错啊 发音很标准啊 这样就是会读经啦 就是会念经啦 其实啊 这个是读诵啦 这个不是读经的标准啦 读经的标准呢 你要懂得观法 那你就真正会读经会念经啦 甚至你也就会读经啦 甚至你也就会听经啦 听经啊 你会消归自信啦 你会消归自信啦 自己内心啊 随文入冠 做个转变啦 你都会了 如果你不知道表法的意思 不知道呢 不知道呢 根据这个表法 来做 观想 观察 观照 做观啦 就是改变观念 那你什么都不会进步 原地踏步 甚至还退步啦 我们的境界怎么会提升呢 所以 所以 我们 这个 听到敬老和尚过去讲的 录音带 早期讲的 跟最近这几年讲的 大家去听一听去比较一下 那境界是完全不相同 那过去啊 长期听经的同修应该都 能够体会 可以说年年不相同 甚至到晚年啊 这个 一个月一个月都不相同 这个 无恙修经讲的四次 那四次啊 那后面啊 境界 比前面更深入啦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 懂得做观啦 所以 年年进步 月月进步 那为什么 敬老和尚他能够进步 有他懂的观法 改变自己观念 所以 你的 观念没有改变 你的思想没有改变 你的行为没有改变 天天读经也不会进步 因为你没有修行啊 没有在修 思想是你心形的行为 你心理的行为 原理是你口业的行为 身体造作是你身业的行为 身口的行为啊 是由这个意业在主宰 意啊在主导 修情从根本修就方便了 根本修就是念头啊 起心动念啊 你把错误的念头修正过来 从意下手 那就是从根本修了 因为心不一样 你的心念啊不断 境界在提升 你讲经啊 自然啊便便不一样 你处事待人接物 你一些做法态度也都不一样 这个是强调啊 观心的必要 我们再念最后一段 观音玄云 摩合言中 始从初心 终于后心 常观人法聚空 玄是玄意 摩合言中 摩合言是范语 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大胜 大胜 始从初心 终于后心 始是开始 初发心 终于后心 后心是圆满成佛 这两句话 就是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道 是怎么修的 常观人法聚空 你仔细去观察 你细心去体会 人法 都不可得 你得不到啊 为什么呢 人跟法都是因言生的 所谓啊因言所生法 它是毕竟空的 你得不到 波勒心经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做榜样 经典一开端 观自在 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总说 为什么 他 能观自在 里面有因有果 观是因嘛 你懂得修观啊 改变错误的观念行为啊 那国就是自在嘛 下面再跟我们说 他用什么观 他怎么会得自在 行生波勒波罗蜜多 那这是因啊 行是修行 他生与异三叶行为 都在生波勒波罗蜜 当中 这个话讲起来不好懂 那么我们讲 比较浅白一点的 就是 他身心啊 都是生活在究竟严满智慧之中 或者我们再说 他的生活行为 都落实在高度智慧之中 那这个话就 更容易懂了 那就是他有高度的智慧 他整个生活 都在高度智慧当中 那照见五印皆空 那么这个高度智慧呢 看到我们眼前这些 万事万物啊 这是五印形成的 那当体就是空的 只是看到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就是空啊 人法皆空 所以得大自在啊 远离一切忧虑恐怖啊 能度一切苦恶 这个因跟果 都说得清楚明白 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 这是人空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真的一点不假 你得不到啊 能得不可得 所得也不可得 我们能够得的 本身不可得 你所得的 也不可得 也不可得 你所得的是诸法 那所以金刚经说诸法 说得很多 诸法从哪里来了 从因连生起来了 凡是因连生法 都没有自性 都没有自体 它是很多条件 合起来的 产生的一个现象 这个颜迹则生 那颜善料呢 它就灭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自性 它没有自体 所以 原生法 它当体 就是空的 了不可得 所以能所都不可得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把什么妄想呢 你以为你有得有失 全部都是妄想 告诉我们事实真相 没有得失 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能所皆空 人法俱空 人是能得 法是所得 都是空的 那当然他就大自在 我们为什么不自在呢 我们以为有 我们能够得到 什么 我们所得到什么 哪里知道呢 我们能得到的 自己是不可得 所得到的东西也不可得 到最后的一场空 人法都是空 人法都是空 人是能得 法是所得 人跟法都是空 人跟法都是空 以观人空 即是了因种子 这个 这个是讲三因佛性 了 了是明了 制造 了因佛性从哪里来 从 观人空来的 这个要常常观 从哪里观呢 睁开眼睛看 竖起耳朵听 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我们反乎不会看迷了 着了像了 把假象当真 真相没看到 明白 人看到真相 他对假象清清楚楚 了了不明 所以他记住智慧 他生活在智慧里面 我们生活在情质里面 生活在烦恼里面 烦恼跟智慧是一念之间 一念的差别 你一念转过来 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 转不过来呢 就是过凡夫的生活 我们学佛 读经 念佛 就是要把这一念你 转过来 过菩萨的生活 今天大家讲这个世间有灾难 佛菩萨哪有灾难 人法皆空 有什么灾难 没有灾难 所以重来原子弹爆炸 那也看放烟火一样 那空的嘛 真的得大自在 大地震 像摇篮一样 为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空的 都是空 哪有什么恐怖呢 但是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 吓死了 吓得不得了 所以 这些东西啊 人 都是被吓死的 所以了因是智慧 观仁空是了因佛性的种子 观法空即是原因种子 原是助言 帮助你觉悟 帮助你断烦恼 帮助你契入诸佛境界 三因佛性 这两个重要 正因佛性不必说 人人都记住 正因佛性 就是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前面讲的 一念借耳之心 这一念借耳之心 就是我们一念的心性 即空即甲即中 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是各个记住 大家都有 但是要以了因跟原因去开发 开发 开发你的这个真如自性 就是正因佛性 你没有了因原因开发 那你有但是你还是凡夫 还是烦恼 那开发的这个两个工具 就是了因因 就是了因跟原因 从哪里开发呢 要观人法皆空 就是从这里开发了 那你才能够得到 才能见到自性 故论耳之心 始觉人空 终觉法空 以观人法空 及四三种佛性 佛从出发心 观人法空 修三佛性 立六集位 成六集人法 这是天台家所讲的 这个三陵佛性 你才真正了解 你才真正了解 真正得到三陵佛性的受用 佛从出发心 观人法空 修三佛性 经立六集位 成六集人法 这是天台家所讲的 那么佛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 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 怎么修行 从出发心 观人法空 当然观人法空 这个 程度有浅身不同 可是我们有浅浅的观法 我们就得受用 这种观法要弃而不舍 你一舍离了 你就迷惑 你就退转 决定不能舍离 唯一的办法就是天天读经 换句话说天天跟佛菩萨 做朋友 天天亲近佛菩萨 不舍离佛菩萨 我们成就就快 若远离善之事 我们一定被境界影响 那么观人法空你才能修三佛性 这个修三佛性啊 是真正在学佛开发自性 开发自性就是中文讲的明心见性 我们明心见性走的是见物不是顿物 年年境界不一样 月月想法不相同 这是渐进 中文显示的是顿物 突然之间大测大悟 突然之间大测大悟 这个 这个是逐渐逐渐误入 立六极位 成六极人法 六极位 跟六极人 都是渐进 那天台家这个修的这个 叫下了 这个是 修止观啊 是一个渐进 这个六极前面都讲过 我们这里就不再讲 金观地藏即是分圣等觉之能法 这个六极里面啊 分圣即佛 在天台中啊 把这个佛分个六 六极 那么这个是 这里讲的是分圣即佛 分圣里面最高的是等觉菩萨 分圣是从原教出诸位 一直到等觉菩萨 这每一个位置 都称为啊 分圣即佛 一分一分的正 那么一共四十一个位置 都是分圣位 分圣位呢 到等觉是最高的了 那么等觉在往上去就是 究竟即佛 那么这里是分圣等觉之能法 行人能观人法 行人能观人法 群世至心 如如意诸 无物不计足 即空甲中 此从观行而至分圣 以地藏本宴一而二 二而一则已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为心所现 为世所变 前面 为世家讲 一切法为 心享生 就是这个意思 全世至心 全部都是自己的心 如如意诸 无不计足 这是比喻 像那个如意宝珠 那什么都计足 你只要得到这个如意宝珠 你什么都有了 这是比喻 即空即甲即中 那么天台中啊 用空甲中 来概括 全部的佛法 始从观行而至分圣 这观行就是六集佛当中的 观行集佛 如果没有观行 那还是门外汉 学佛有观行 就是功夫得利的 观是什么 就是观法 你懂得观法 你懂得做观的方法 那么 你懂得做观的方法呢 你的观念 一直在转变 行是行为在转变 就是身口欲三叶啊 都一直在转变 你的思想行为通通转变啊 有了转变 这个就叫观行位 进入这个观行的位次了 如果没有观行呢 你每一天念经 你每一天念佛 每一天依照啊 这些仪归啊去修行 你的思想行为观念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你的思想观念没有改变 你的行为没有改变 你还是凡夫位啊 那个凡夫位就是理极佛啦 理极佛就是 理论上讲都是佛 但是是凡夫啊 甚至连明智及佛都 还没有啊 你用的那些功夫就是白用了 每一天磕一千个大头是白磕啦 每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白念啦 你要是在思想上有转变 行为上有转变 那就提升到观行位 你的思想没有改变 行为没有改变 就是你的功夫不得力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从这个观行位到相识位 从相识位到分正位 从分正位到究竟觉 那这个六集啊 观行 这个观行位前面啊 还有第一个是理极佛 理就是正因佛性 各个记足 那不必说的啦 理极佛都理论上讲啊 众生 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啊 这从理论上讲 一切众生都是佛 各个记足 那么理极在其次 再进一步啊 是明智集佛 那么大家现在呢 学了佛啦 那么就 从理集佛 进入到明智集佛 明智集佛就是 还是有名无识 这个道理知道了 这个道理知道了 但是还没有进入观行 天天念经 天天念佛 天天拜佛 甚至讲经说法 如果没有观行的功夫啊 那就是在明智集佛 那就是在明智集佛 这个位置上 因为你的观念啊 没改变 行为没改变 但是这个明智集啊 根据偶遇祖师讲啊 明智有 初心后心啊 初心就是还没有到后面 如果明智后心啊 他就有一点功夫了 就有一些功夫了 那么到观行就是功夫 就得利了 所以在一般啊 这个修行来讲啊 这个明智集啊 还不及格 那如果到观行集啊 在其他法门也是不及格 其他法门你要修到相似集佛 是阿罗汉啦 那起码要正得出国啦 那才算算及格啦 但是在净土法门啊 如果有观行集的功夫 那我们待业往生没问题啦 有把握啦 在净土法门就及格啦 我们真正用功真正会修 就以地藏本念一而二二而一 直以啊 就把地藏菩萨的本念 变成我自己的本念 自己的本念跟地藏菩萨的本念啊 是一而二二而一啊 合而为一啦 故曰不表观法何以用心啊 此托事父法观之大徒也啊 啊 这个 两句话重要啊 大家要记住 你要不懂得观法 你怎么用心 用心就是用功啊 你怎么会用功呢 每一部经论都有它的观法 每一个法门都有观法 我们修净土也不例外啊 你看啊 十六观经 啊 我们慈敏念佛法的第十六观 那离不开观啦 此托事父法观之大徒也 托事父法讲的最明显 最详细 最具体的就是《法言经》的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完全是托事义法 修行的方法 互在这个事项上啊 来表法 来提醒我们 总体继而啊 别文亦然 始从如是 终至而退 中间若人法 若世心 若善恶 若凡胜 敬会因果 相发隐时 种种差别法门 莫不入心成观 如破一微尘出大千经卷 这个 从这个总体 这是观法做总结啦 题 我们要 以如是观 向后的经文也是如是观 始从如是 终至而退 这是讲 一部经的经文 从如是我闻啊 到作理而退 那一部经啦 经文 那中间啊 若人法 若世心 若善恶 若凡胜 敬会因果 相发隐时 种种差别法门 莫不入心成观 你读了 听了 不能够入心成观 那就不起作用 要懂得啊 入心成观 入我们的心啊 成就那个观法 这个才有作用 这个才有作用 如破一微尘出大千经卷 你懂得做观 你能够懂得做观啊 改变自己的思想 观念行为 那就是破一微尘出大千经卷了 那一微尘是比喻这一部 地藏经 那大千经卷是比喻一切诸佛 所说无量无边的经法 那在这一部经 通通通记住啦 一及一切一切 一切即一 那法院经讲的 故意听闻读诵 礼拜共样 心不塌言 重新显发 方明全性起修 全修再性 这两句话中文常讲 中文以外的也是这样 并不是禅中独有的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如是 所以才说 赐法平等无有高相 那么底下就比喻说 舍免贫人敬宝之俏语 贫人啊 贫穷的人对于宝的尊敬 赞叹 但是他自己得不到受用 那是明智未忠的人 他没有观醒啊 知道这个宝物 但自己得不到受用 故意文前点出 以建立教正未观心 这句话说明啊 主师大德建立教学的目的 就是在观心 教我们怎么去观察自己的心 教人懂得观心 懂得怎么样真正去修行 详如一家大小诸布 若欲休息虚尽善师 涅槃妙音 在此而已已 这是列说啦 简列的说 详细的一家是天台中 天台家里面啊 大呢是磨合子官 小是小子官 六妙法门 这些里面啊 他讲得很清楚 若欲休息啊 虚尽善师啊 涅槃妙音 在此而已已啊 那么 轮贯玄利啊 这部分啊 我们到这个地方就讲圆满 那么末后这句话非常重要 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 你要想修 要想学 习是学习 最重要的是清净善师 你不清净善知识 没有好老师指导 你怎么会成就 这几句话呢 跟世尊在阿兰问世佛吉凶经 一开端所讲的完全相同 佛在这个吉凶经啊 教阿兰尊者 我们学佛想要成就 第一个条件 清净善知识 所以清净真正的好老师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老师对我们恩德是无比的 这个深厚 这是师道 像我们敬老和尚常常跟我们讲 他遇到三个老师 再来台湾遇到三个好老师 第一个方东美教授介绍他学佛 第二个张家大师给他奠定学佛的基础 第三个 跟台中联社迪北南老居士写经教 没有这三个老师 那这一次没有这样的成就 所以 这次 善知识像父母一样 佛在这里劝告我们 就像婴儿不能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你就佛不下去 善知识就如同父母 所以必须清净善师 涅槃妙音在此而已已啊 好 那么 今天 时间也刚到了 刚好到了 我们将地藏经的旋律 也 学习一遍圆满了 这个 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个旋律 那配合那个地藏经 那是一部啊 完整的 地藏菩萨本念经讲记了 上一次我们学习这个讲记 那么 这一次啊 我们把行律补出来 那么就一个完整的 学习了一遍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这里就 行律到这里就圆满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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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